在近年,香港市區的舊區都多了單洞式的私人住宅 不單是交通方面,附近的配套都相當完善 唯一是尺寸相對其他單位都比較小 不過在經過設計師的精心設計之後 雖然麻雀雖小,但誤狀俱全 現在馬上去看看 這個單位有180平方尺,兩宮可住 這個單位設計的難度是因為採光度 基於它本身有一幅大的推套窗 以及一隻露台的隱瞞 所以它的採光度不可以阻止窗邊的位置 但我要平衡儲物空間 所以有一組大的意外和地台 因為客人有一個需要 就是想做一個角樓的睡眠休息區 以及地下有一個平常的活動空間 因為這個單位的樓頂高度大概有3米 所以它適合做到一個角樓的空間 角樓底大概有70吋左右 上面約有40吋 是足夠可以有一個成年人 坐在上面睡眠休息使用的 因為這間屋的最大問題就是 坐在乾度 所以角樓底做了四盞蛇燈 去平衡屋內的乾原物足 地台的做法其實是為了 另一個空間增加儲物量 但如果做了角樓 就不太適合做一個全空間的地台 所以現在利用了地台做了一個座位 所以這個單位是沒有沙發 以及沒有一個托袋座 揭開座位下面的地台和梯級 都有大量的儲物空間 因為空間感有點局促 所以我在衣櫃裡加了一個灰玻璃 增加空間感和儲物空間 又可以為了配合金屬結構的線條 帶出一個型格的做法 為了物盡其用利用到所有的空間 所以樓梯櫃和衣櫃中間 是做了一個中空位的 屋主還想要一個Display櫃 所以就在衣櫃旁偷了大約20吋位 做了一個玻璃Display櫃 因為屋主有需要在家裏工作 所以就做了一張60吋長的工作書櫃 給屋主工作和食飯用 一般電視櫃深度都有18至20吋 為了讓通道闊落一點 所以這個電視櫃做得比較淺 而電視雕櫃就做了一個圓空的背板設計 可以營造出延伸擴展性的感覺 為了用盡空間 在電視櫃的右邊都做了一個薄身儲物櫃 嘿 不要入到廳廳好窄 還有韓都站來做瑜伽 是就是電視比較近 不過不怕 剛才衣櫃裏已經做了一個中空位 我已經利用了僅餘的尺寸 做了一個揭板 和四個樓梯櫃 樓梯的設計方面 因為樓梯頂上有一條比較大的環梁 所以沒有做到一個轉彎 就是為了避了環梁頂頭的效果 所以樓梯是比較做得淺 和矮身一點 好了 現在上到角樓這個位置了 其實有一張雙人床 旁邊還有位置 可以放到一些雜物 或者用來充電 是很舒適的 不過唯一一個 如果長高大一點 上來就小心一點 可能有機會頂到頭的 路頭真的正正 喜歡吃火鍋又可以 BBQ又可以 現在拿一瓶酒去休息一下 又OK 哇 這個鋪鋪鋪鋪真的不錯 這個原裝的開放式廚房 就沒有什麼做到改動了 唉 是不是找來找去 都不知道那個鋪鋪在哪 那個鋪鋪在哪 那個鋪鋪在哪 找完鋪鋪 我們現在找雪櫃 雪櫃都收得好近的 不開都不知道在哪 而這個位置還設計了一塊 全身鏡很貼心 等你出門口之前 都還可以照一下鏡 關上 跟樓梯出門口 中文字幕上も提供 最新鋪鋪鋪做的